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錄這條影片的時間 英國的時間大概是3點20分左右 下午 香港時間差不多晚上11點多 我現在已經整理了行李 錄了這條影片 在我出發去機場之前 這條影片 今期的尤達Bestback這條影片 就可以上到Youtube 大家就可以看到 現在心情很興奮緊張 因為其實剛剛我出去了 都要處理少少自己的東西 都要去拿快速的測試套裝 因為你去到武漢肺炎以來 第一次真的出旅程 真的飛去旅程 因為之前在香港就不算 但這次真的離開 因為離開後又要回來 飛後又要回到英國 所以穩固一點 都帶定一套套裝 以備不時之需 因為不知道杜拜那邊什麼環境 可能找這些東西 可能都有困難 所以剛才就出去了藥房 就拿一套 因為其實現在英國這一邊 基本上所有的防疫設施 已經完全解除了 所以連拿這個快速測試的套裝 都是到3月31日完結 就不會再免費派發 所以只剩下幾天 所以都拿定一些 以備不時之需 還有我就要買這條線 因為這個由達Basback自從出了街之後 都有一些朋友反映給我聽 可能聲浪就不太清楚 又或者聲音很散 其實上一期 如果大家眼尼都看到我 其實上一集都已經塞了一顆藍牙的耳機 用來做麥克風 所以這次就直接用了這支 希望盡量做好些給大家 希望這次大家可以聽得清楚 聲浪就比較好些 當然你們有甚麼意見 看完影片 當然撇開貼士 貼士準不準 你們都可以說 但在做過程裏面 有些技術上的事情 你覺得我需要跟進的 要做好些 大家不妨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下你們的意見 我盡量做得到 我也盡量做 我其實以為自己有這條東西 在香港過來的時候 但找到都找不到 好 終於剛才出了去拿藥 以及拿這個器材的時候 順便便買了一條 買了這條麥克風 因為我們去到杜拜 都可能會做一些訪問 有這條東西都有用 有些訪問可能會用這個電話做 有些便會用相機 再有一個相機的麥克風去做 看看哪一種方便 但我們最重要是齊齊 大家可能較早時間 經馬場USB的Facebook專頁 都看到我較早時間 都已經上載了一些 杜拜世界盃的消息 剛剛在大約半個小時 一小時左右 那邊已經進行了抽籤儀式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等 最重要的一場排位 但之前的四場一級賽 即是亞喬斯短途錦標 杜拜金沙堅 另外就是杜拜草地菜賽 以及司馬經典 其實這四場馬已經排了位 我已經把排位結果的相片 已經上載在馬場USB專頁 以及由達專頁 你們可以去那裡看 我看看如果待會可以完成 我亦嘗試把那幾張相片 就會一次過放上去 我Youtube出的Youtube帖給大家 上次可能大家未必看到 都說了為何要說一件什麼 其實就是在那一篇 其實我已經出了 就是關於羅富串和葉楚行 他們被馬會罰了60萬之後 他們之後兩個馬房的表現 我就做了一些統計 就可以讓大家參考 的確就是剛剛連結 剛剛星期日 羅富串已經贏夠佛款 即是他的獎金所得 已經贏夠了 相反葉楚行 都還差一點 都還差很遠 雖然他那天也有隻冷屁 黃俊幾乎放到 但是還是贏不到馬 就變了 還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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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我會出一個報告給大家看 根據他上個星期 剛剛派完星期日之後 其實他由被人罰錢 即是3月2日罰錢之後的第一個賽日 直到剛剛那個星期日為止 他累積所得的獎金 已經累積到9155,450元 以連馬斯分得一成 就已經贏了九十幾萬 即是夠找數有得 所以其實都不是說什麼陰謀論 但是通常我都會比較看這些概念 這些都是一些冷 即是另類數據 坦白說 錢雖則以連馬斯大把錢 但是你這樣被人罰了六十萬 都骨頭都尺 所以都看到他是很積極地去 即是以他的出馬表現 去賺回 即是在獎金收入 就賺回他的罰款 相比葉楚行 他所得的獎金 就是一百一十六萬四千四百元 連馬斯所得只剩下十一萬 其實還差很遠 可能葉楚行就大把錢 不自在 可以看到兩個馬房 即是對於這些事件 即是對於這些事件之後 他怎樣應對 怎樣去回應 即是因為始終要找數 所以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三月份 還有三個賽日 還有三個賽日 還有機會 兩個馬房 還可以有機會繼續爭取表現 尤其是羅富全 因為他曾經在獵馬斯磅上了第一 現在被蔡宇航彈掉 動態上就比較 葉楚行就積極些 我不是說葉楚行 不是很關注 但是 就是看剛剛這個月的他們的表現 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就提一提 特意告訴大家 希望你們如果有聽 即是一直有聽開 聽到我說的話 雖然可能第一時間 就未必 即刻反映到出來 但好像這件事 都是要時間累積的 很早我都已經告訴大家 是要優先留意這兩個馬房 大家可以看回那一集 由達Bestback 上次賽事就非常之OK 同舟共濟 再追多一次 就順利贏出 追完最後就變成大熱門 但也有3.5倍 都算交到功課 至於打比那一場 我又不想在這裏說太多 不過 這一場打比 如果純粹以那場賽事的流程來說 我覺得是一場 是頗精彩的賽事 尤其是潘頓的執生 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 即是某個跑法 其實就不太好理 其實上一集我都說了 即是在跑法上 羅萬勇士是比他更好 即是有機會 有機會就是 好像經典一里賽那樣 就是等你力弱 我就掩蓋上來 因為他都是一隻後尚 算是 但是加州升球真的不簡單 頂足 跑2000米頂足1900米 最後才 還要是最後200米 他是一度嘗試去回復的 那麼這隻馬真的 如果說說 如果他可以改變少少跑法 即是可以稍微留一留 不用說走到他 不用說要用圖或者先行 稍微留一留 那麼這隻馬就真是不得之了 但是羅萬勇士 就真是騎出 又是騎到很準成 雖然末段有少少論盡 填泰案 但是始終他是佔了 佔了那個優勢 所以令到他最後那幾步 可以反吸回這隻加州升球 但是這兩隻馬都是 我都說過上一集 尤其是加州升球 所以我認為 接下來十二月的國際賽會 希望他的進度可以去到那時候 就可以再大幅進步 當迎接外隊馬來的時候 這隻馬就真是有得搞 至於羅萬勇士 大家都知道 他跟著就跑女王杯 其實我覺得這兩隻馬之後 如何跑 我覺得都是非常正路 因為始終未來四月 那個女王杯賽馬日 就沒有外隊馬 即是本土大戰 都是要看那些馬的進度 即是如果以現時 即是 本身那些頂班馬 香港的頂班馬 都仍是清黃不摺 即現在找這些 有這些四歲馬去摺棒 所以我覺得這兩隻馬 接下來再跑女王杯賽馬 是都有很高度的留意價值 當然希望可以 如果加州升球真的跑1,600 真的希望可以再殺多一次 即是金槍60 也不差再輸第三次 但是我預期 這一對馬 這一對四歲馬 在女王杯賽馬 就是會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也是我小小的看法 加州升球真的 是的確可惜 就是希望她可以再 因為始終她也是再跑2,000 即是第一次跑2,000 但其實兩隻馬都各有難度 即是你如果說浪漫勇士 她都是菊草起家跑短途 跑長一點 跑長一點 但是你看到這兩隻馬 是進級過程去到打比 即是看到兩隻馬的跑法 和進度 是一個挺好的參考課題 所以有機會可以再講多一點 我這些方面的看法 給大家分享一下 待會我就準備出發了 當然就 臨出發之前 當然就要交低 今次 我的尤達Bestback 是提供什麼馬 因為其實明天賽事都比較混亂 但我初步看下去 當然又是潘頓主宰大局 因為很多隻很熱的熱門 都是在潘頓手上 相反莫雷拉 相反莫雷拉 都是有些打猶擊 你現在看到騎士王 潘頓明顯落飛 落得很急勁 打回莫雷拉上去 現在騎士王 正在錄的時候 差不多是1.75倍 所以都是 明天都是看潘頓怎樣表演 因為如果他守風順 繼續保持著剛剛禮拜天的形狀 我估計都會坐三場 起碼三圈最少 這次我又是要給潘頓 大家參考一下 但真的要選擇都很難選 因為我又不想選得太容易 如果選了後面那些 前面他又殺得盛起 後面那些更加沒有賠率 但真的變得挺難搞 所以我就選了 這次我又選了一隻 之前選過的馬 讓大家參考一下 選了哪一隻 上次同舟共濟又是翻簽的 今次我選了一隻翻簽 就是第三場的四號碼 就是靚蝦女 這場四班一千 明天就跑C加三 靚蝦女明天就排十當 但因為他本身也有些前速 有些Lateral Gate Speed 針跳出來都可以放前一點走 上一場 你可以看看巴道如何跑 我也不敢恭維 但如果你再看前幾場馬 就算放周進落上去 那隻馬都開始已經適應到 而且馬又成熟了一些 即是他展步都可以 都已經開始貫注到到尾 但上一場 可能又是排過十一檔 排過十一檔又不是那麼好 早段又浪費了這些力 但最後連第四都沒有了 那就輸了給徵選威 但徵選威再出又贏 再出他又贏 所以這場賽事都有少少參考價值 這隻馬其實隔了二十七天 看到偉達地做的功夫 都是磨得很辣的 這隻馬就越來越上力 但可惜這次排過檔又差些 又是排過十檔 但真的要看看潘頓早段 如果他好像加州星球出閘 這樣主動一點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頂到尾 但這一場其實 如果你問我 當然我覺得都有一隻對手 其實都是跑同一場 上一次也有份跑 就是上次跑第三個不超額認購 今次他又有份跑 超額認購的檔位就好些 排過二檔 所以賀賢明天又有手影 又擺到薛恩上去 兩位都是澳洲幫 澳洲幫 澳洲幫 三點七倍 我估計明天臨場 可能一些奇寶 萬事友等都會扯緊些飛 或者都會保持這個三點多 三倍流上 三至四倍之間開跑 希望潘頓可以早段 這場就搞定他 後面那些再講 單Q就可以留意那隻六號的超額認購 現在三六這條Q 四六這條Q 對不起 四六這條Q 就是有十二倍 應該都是大約這些倍 我覺得都是值得可以 買住單位置Q 所以再重複一次 由達今期的心碎 今期由達Bestback的心碎 就是第三場的四號馬 靚蝦女 可以選擇這隻六號的超額認購 看看這隻三六單Q 可不可以順利開出 繼續延續 我們上次的贏馬 繼續可以希望贏下去 差不多了 差不多準備出發了 還未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的朋友 希望你們高台貴手 就幫我按一下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就讚好這條影片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給多些朋友 就可以看到這條影片 大家齊齊中 還有就是說 如果對我們這個製作 有甚麼意見 不妨可以在留言裡 留下你們的意見 我就會看 以及盡量逐個答覆你們 希望大家明天 明晚繼續贏 我就差不多準備出發了 到下一集的由達Bestback 我就會在杜拜 應該繼續在杜拜 其實接下來的兩集 我都會在杜拜 錄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繼續和大家贏馬 我們接下來的禮拜日賽事 再和大家在由達Bestback見面 今集就是這樣 祝大家好運 拜拜